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KT南边的 25万7千美金的高调厅 学区也是非常好的 这种房子是比较少有的 今天刚刚上市 我估计这两天就卖掉了 因为它的价格只有25万7千美金嘛 一打开门 先是就能看得到客厅是高调的 然后右手边是这样的一个餐厅 然后还是石墓地板 左手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里面的这个门 打开就是车库 双车位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再往里走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客厅 高调的很亮堂 这是一个好学区当中的非常便宜的一套高调厅 像这样的房子自住也很舒服 然后如果说拿来出租的话也是蛮保值的一种选择 但是估计offer会很多 很有可能好几个offer 因为价格确实标的比较低 房林又相对比较新 大理石台面 然后各种金属配件的维护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我们现在去主卧看看 往里走 它这边呢 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 在主卧的门口 有的人不太喜欢这个选择 但是有很多人也不介意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到主卧的位置 主卧也是拭目地板 然后主卧 还有一个飘窗 面积还算是比较大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主卧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浴缸 淋浴间都有 淋浴间保养的还是很不错的 比较干净 然后里面是马桶间 再往里走就是衣帽间 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 这样一楼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好多的 好多的 能够的 好多的 一楼 好多的 傅 有一楼 来 好多的 好多的 再加上 放在 二楼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分左右两边 我们先来左手边看一下 左手边这边是有一个game room活动室 然后往里走是有一个洗手间 还有一个卧室 卧室和这个洗手间有两个门是通着的 其中这一个门直接可以进洗手间 这淋浴间马桶间 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门 直接出去 所以去二楼玩的人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洗手间 然后另外一面呢还有一个洗手间 它把厕所放在了中间 然后两边分别有两个卧室 这边一个卧室 然后中间是个厕所 洗手间保养的都很好 然后这样两边两个卧室 从楼上往楼下看这种大的高条厅 看下去还是挺舒服的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房子占地6500尺 但你看这个院子很大 其实占地多少尺 主要还是要看分配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房子不是很大 占地6500尺 那院子真的已经够大够用了 如果房子非常大 房子本来就三四千尺 又占地6500尺呢 真的是院子会非常小 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房子的院子 就是比较够用的 这样一个格局 好了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如果您手上有房子需要卖 或者是您需要在休斯顿买一套房子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J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